历史上,那些惨痛的经验教训,告诉我们,若国无外交,只有自身强大起来,才会让人把心底里任何你,尊敬你。 所以军事是最能体现国力的,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第一军事大国就是美国,而我国的军工产业,还在努力的改超容,索性差距在不断的缩小,这让我们中国在面对那些强国时,说话时,也有了底气,想要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,那么军事工程就显得非常重要了。 今天小编就来跟大家聊聊我国的军事工程,军事工程简单来说,就是用于军事目的,的工程建筑和保障军队作战行动,实采取的技术措施,世界战争中也经常看到军事工程的身影,如果军事工程做得好,那么甚至可以影响这场战役的胜负,所谓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军事工程也算是地利因素。 所以,世界各国对于这方面的建设,也是非常的重视,不过现在这个世界发展得太快了,所有的东西基本上,没有什么能缘长得了的,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,网络传播的速度那是非常快低。 但是,有一种东西是绝对不能攻之重的,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,网上,其实有很多各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排行,但是准确度大家肯定都知道不是真实的,或者说并不是所有都是真实的。 大多数是人们的猜测所得出的结论,这也算是迷惑对手的一种手段吧,就像我们的战护局,也成功的护要住了对手。 呵呵,所以那些,军事工程就显得更加神秘了。 那么我国的军事工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? 其实真正了解的人不超过十个,有消息称,我国的军事工程,可以说是地下和长城,长度都达到了五千里。 而修建这个军事工程的原因,就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海军各种装备技术还不够成熟,空军反击能力也不是很强,但是面对各种复杂的国际形势,我国也必须要具备这样的核反击能力,所以才有了这地下和长城的诞生,安全,隐蔽是军事工程的首要考量。 所以据了解,地下和长城大都会在地下百米深的位置,这样一来,有百米深的地表足挡,就算是雷达也探测不出来,而且若是受到攻击,这么厚的额地表足以抵挡,其中还修建了很多的后勤基地,粮食,但要十分的充足,就是为人确保完无意识。 据知情人士的透露,每个地下隧道,都会有十几个出入口和发射口,利用汽车和列车的机动性,可以快速游走在陆地之下。 除此之外,还修建了大量的假的出入口和假的洲际导弹,这些导弹都是叶比一复制出来的,唯一的不同就是没有弹头,我国经过长年的发展,如今的地下和长城,已经于各大机场。 特铁路相连接,如果真的发生重大情况,那么它就可以随时出现在任何地方。 这些已知的地下工程仅仅是我国的军事力量的冰山一角,被揭晓的还有很多,所以可以肯定的说,了解这些的人不超过十个,外国更不可能会了解。 看着我国的军事实力的增长,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深深的感到高兴。 沙公着洞于九天之上,沙守着藏于九地之下,避害了我的国。